有钱跟幸福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钱只会给你底气 为什么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有一些底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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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剩下的事让你们考虑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跟你在一起 两年时间挺不容易的 经历了很多 学习创业 我们也经历过没有钱的时候 也经历过有钱的时候 我们到处旅游 到处吃好吃的 不管以后 到底是你想留在南宁 还是想去合肥 我都尊重你 我也会多多看看我自己的问题 把身上不好的地方改掉 我就是希望你呢 就是能够多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能够多去思考一下 再去看一下怎么做 而不是说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了 不然的话我们以后也是很难走下去的 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今天的出场是要给一个先制条件的 留在南宁 我们共同决定在南宁发展就出来 我还是要回合肥 我坚守我自己的这个主见就不用出来 条件说清楚了啊 这并不代表说你们就此分手 只是沉浸式地演练一次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刘老师你先预测 我的判断应该是能出来的 双出是吧 我觉得也是都会出来的 以男生这个冲动劲 刘老师您的预测 以他这个不服气的劲吧 我觉得他会暂时先留在南宁的 但是我觉得他回合肥 这个心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来看人家自己怎么选吧 请开门 选择难吗 挺难的 说实话我还是挺想回合肥的 但是呢目前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 就是他 其实我不是非逼你们做一个断牙式的选择 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 既然两个人选择要在一起 那你们得一条心呢 是合肥也好 南宁也好 一定是双方达成共识的 而且在关系里面不是谁强谁就欺负谁 反而是因为我强 我放在哪儿都行 我应该迁就那个我认为弱的人 好吧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您 您这夜不才刚发芽 您归的哪门子的根呢 我就在想